好 今天我们讲第二题 郭文贵在监狱里面遇到贵人 遇到这个联合力以后 觉得郭文贵这人能说善干 而且有胆量 怎么判断有胆量呢 据后来一些商人的异论 因为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许多商人对郭文贵 其实那时候上层的缺子并不大 大家异论风风 说郭文贵有两大胆量 第一个胆量就是他14岁开始就不念书了 也有人说14岁之前就不念了 小学念完就不念书了 到处哄哄哄哄哄的和打架呀 这过程中呢 认识他现在的太太 叫于庆枝 好像大致这个名字 是庆枝吧 他认识了以后 带着这个女孩呢 就跑跑到 也许说到湖南去玩了一段四街 他平常就是街头的小哄哄 小地皮流氓这样的人物 那这是郭文贵自己都认识的 说他那时候呢 怕天不怕地的 走了半个多月以后回来 回来呢 结果是什么呢 对方的父亲 就是这个女孩的父亲呢 大闹 因为他在亲戚朋友面前 没有任何灭子 没有任何 在他们山东生蟹和阳谷这个地方呢 非常讲究灭子 此地呢 是阳谷县 鸣风雕汉 大家一说阳谷县就知道 是武松打虎的地方 它属于阳谷县和生蟹的交界的地方 那郭文贵的老家 大家都知道 是这块地方 但是呢 郭文贵的父亲 在 在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呢 带着 带着这个家庭 因为当地生活太艰苦了 大资 三年大自然灾害的时候呢 就跑到东北去打工 在那里 郭文贵是在东北那边出生的 所以说呢 后来他父亲呢 改到快改革开放了 又带着全家回来 回来生蟹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贩卖婴儿的子乡 就是 小媳妇 这个地方 就像 为谁铁链女的事件呢 就在这块地方 怎么判断呢 我们看一下 2014年 中国明镇部的一个统计报告 说 生蟹这块地方呢 整个他们 在 在 在四年中 必抓的人贩子 就有七切多个 你可能写下 多么大的数字呀 这个是官方统计数字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查询一下 所以郭文贵从小就生活在这么彪悍的地方 而且郭文贵的回去以后呢 弟兄七八个 当然 郭文贵是小的 排行老七 所以郭文贵的名字有好几个 有叫郭浩云 郭文贵 当地呢 他后来呢 英文名字叫Miles郭 Miles就是像里程的那个意思 也有里程碑的意思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郭文贵生活在这样情况下 当然彪悍得很 当时就盛传一个什么故事呢 16岁的郭文贵 他回来以后 刚才说到 他的岳父 岳父大人 他这种岳父 还不算岳父 就是女朋友的父亲吧 要把他的女儿活埋了 挖了一个坑 把亲戚朋友叫过来 把这女孩保住 说是 这个哄罩家伙呢 是让我们家庭 延灭尽事 没有灭子 因为太彪悍了 明方 到底穷塞恶水 出刁明 出这种做法呢 可能是 一来呢 吓唬一下的女儿 不一定争争活埋 第二 同时在亲戚朋友面前呢 找回一天的面子 但这时候 郭文贵 风风火火的来了 背着炸药包和雷管 在我们小时候 那个情况下 搞个炸药包 雷管是很容易的 我小时候也玩过 炸药包和雷管 这些东西 觉得并不难 郭文贵搞到这个 也不奇怪 我们小时候 都自己搞到 雷管炸药包 去炸鱼 到湖泊里面炸鱼的 所以说 也是比较缺悍 我们那个时代 所以说 一代人都是很相似的 当然像郭文贵这么做 我还是偷一次见 说 就要做出拉抱炸药包的样子 说谁敢把性质活埋 随着这个 我都与你们同归于尽 非常急躁的 就这样说 结果呢 唐乐乐福大人 当然不敢 说你们走吧 白手 郭文贵所以领着 他这个女朋友就走了 走了当然呢 他当时呢 一开始做推销员 推销家具啊 像开一个家具店这种 这也不是办法 但过去 郭文贵在做监狱 这个过程中呢 结交这个高人 叫林和利 给他了一个很大的帮忙 问他说我们香港快要回归了 你乐意不乐意 给安全部系统呢 做卸人 郭文贵 据说在那个人的推荐之下呢 那是做卸人 他们到香港去做 香港确实在回归之前 大陆是派了许多的 这些人过去的 唯恐不够 原来在大陆做这个 也是一个女商人 再加上共产党派的情报人员 之一吧 就像华融呀 新华集团呀 这样在香港是很多的 其中最大的是华融 还有些经商的人 这种其中呢 有一个女士叫夏萍 我们现在的年龄看 夏萍前年在95岁的时候 去世了 那往前推一个25年左右 在夏萍大致在60岁左右 拥有许多钱 我知道这些钱呢 大致可能是共产党的一些经费 但是不是完全经费 是共产党做统战工作的一些经费 把郭文贵派去做卸人的过程中 郭文贵后来也承认自己是卸人 多次直播中 认为他为共产党做了好多事情 历过三次一等功 三次三等功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去给夏萍开车 当时你要去香港的话很不容易 如果他没有卸人这个 就林河丽这当然是安全部系统 就是他的哥哥 是安全部一局的头 但是发展人员嘛 靠 所以说把他派到了香港 进入香港以后一开始呢 是给夏萍来开车 夏萍是个女的嘛 当然是单身这种古代一些 夏萍又从事爱马仕啊 这些的销售啊 反正非常有钱了 郭文贵就是他司机 但是用不了多少天 郭文贵和夏萍就要住在一起 这是当时人们感到奇怪的 郭文贵后来直播的时候 也说他认识的第一个贵人 是林河丽 第二个贵人的夏萍 夏萍和郭文贵这种男女关系呢 搞起来以后 夏萍就非常舍得为郭文贵做一些事情 他们在香港可能待到了一两年 大致九三年左右呢 夏萍让郭文贵回到郑州 去开一个公司 叫大老板家具厂 因为郭文贵过去呢 以前做过家具的销售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 开始做得还不错 而且销售起来 有胆量 下面有一帮像红红这样的弟兄 实心实意的干活的弟兄 位置做得不错 后来呢 夏萍还有一笔钱 我想起这些钱呢 都是共产党下挣华容这种钱 在香港挣的钱 因为夏萍对郭文贵的这种服务非常满意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就和郭文贵 共同在一家超五星级的酒店 在别人呢 当时想都不敢想 但是郭文贵与和夏萍这种男女关系 夏萍和郭文贵比郭文贵的母亲还要大 当时这是郭文贵自己说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据说夏萍投资了六千万人民币 在六千万人民币 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 但夏萍能从哪个机构 能给挤出来这个钱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郭文贵肯定是没钱 有了这个钱呢 郭文贵由于和夏萍这种关系呢 还搞了个什么呢 五五风仗 人家平常搞公司都是 151啊49啊股份比例 郭文贵是50%对 50%和夏萍 而且夏萍在条约里边 写说如果这个酒店挣钱了 然后把钱先优先撤走 郭文贵也表示晚些同意 反正关系呢是亲密的不得了 据说在这个事情上呢 郭文贵和他私奔这个女生 他也就是他的太太的 但是没有结婚了 很不满意 那时候郭文贵二十二三岁 非常不满意 有一次亲自搭着郭文贵 拿一把切菜刀 一刀剁下去 把自己的手指 小母手指剁掉 我记得我前两个月和杨建立 有一次聊天的过程中 而建立说他确实 接到了郭文贵和他太太的时候 发现他太太的 最最小母子那个手指 剁掉了 没有 这件事看下来是真实的 所以说郭文贵呢 用这个钱 又贷了几个亿的款 盖起了这个酒店 但贷了这个酒店的款以后 当然这个事情就往前述说了 郭文贵并没有给银行还钱 夏萍也没有看到这个酒店 把钱赚回去 因为这个当时在河南省 是最高的酒店 住的人可能并不多 郭文贵自己说五星级酒店 这不是用来赚钱的 这是用来写面子和其他做生意的 夏萍没有抓到 当然和郭文贵之后 爱没关系 女人一旦舍得为男人花钱的时候 那就是不惜代价的 所以这个事情也可以理解 后来93年94年呢 这个酒店要被工商银行拍卖 把他所属的这是一大五星级酒店 非常好 郑州第一高楼 要拍卖的时候呢 郭文贵 看了他也没人买 郭文贵自己又把他花了几千万 把他买回去 所以这个钱的银行钱赖掉了 也不用归还了 那个时候郭文贵需要这几千万的时候 据说大战 大战 石广亮是谁呢 是河南省交通厅的厅长 第三任厅长 也是第三任必抓的 因为在此之前两任厅长都被抓了 石广亮 这个名大致是个名字 如果不一样 的话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名字 这个石厅长呢 据说在郭文贵的美色和烟酒 或者唐一炮弹应酬之下呢 买了一大的一层楼 买了一层 一开始说好价钱 好像是一千二百块一平米 一千二百块当时93年 93年也算高价格了 没想到 到时候郭文贵给他算账的时候呢 给他这个厅里边算的时候 算七千多一平米 截至和这个厅长闹了矛盾 但这个时候 由于郭文贵已经是 安全部的县人了 通过其他方式 把这个厅长就抓了 逼着交通厅 把这笔钱给他汇过去 这也就是郭文贵 后来买自己 把裕达拍卖 自己和裕达买回去的钱 这时候惹怒了一个人 惹怒了政治出事的市委书记 姓王王书记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查了一下 王书记呢 已经放室放出来了 关了十几年 当时这个王书记呢 也是贪腐官员 为了自己的好处呢 把他的儿子呢 送到郭文贵的公司工作 而且给郭文贵 把他贪污的一些钱呢 郭文贵来经营 洗白嘛 结果郭文贵是把这些钱 全部贪了 竟然联合 安全部的人 把这个书记给抓了 叫王有杰 王有杰书记非常惨啊 到监狱里边去了 所以在郑州地区 几乎没有人敢再惹郭文贵 郭文贵在零几年来美国的时候呢 认识了当时来到这里的朱石茂 和陈贝斯说小品的那个朱石茂 他和朱石茂呢 共同以二百万三百万 共同成立了摩根公司 朱石茂二百万 郭文贵呢 他们呢 郭文贵和朱石茂老乡嘛 两个人认识了以后 郭文贵三百万 但后来呢 我以为在零几一几年的时候 我曾经借过一次朱石茂 我以前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有 和吃饭的还有郁军界 还好像有江空 一起吃饭 在唐人街的周之家厂厅吃饭 我记得很清楚 那次朱石茂一看说话 我吹牛啊 这个朱石茂这个人 吹郭文贵啊 吹这个 这个小平爷爷 怎么变成吹牛的人了 吃完饭我们就走了 各自走了 给我留下印象呢 朱石茂是个吹牛的人 话吹得很大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特点了 那么他成立这个以后 据说郭文贵后期呢 逼着朱石茂 把他的二百万股东退出去 自己拥有了这块土地 这是一块很大的土地 就是在北四环楼 北京北四环楼以北 就是靠叫奥用葱这块土地 以前的亚用葱 亚用葱的西侧 那我们深感这个事情呢 郭文贵确实越战越勇 拥有了这么大土地 郑州又有这么些资产 确确实实是当时在我们 北京的商界认为 这了不得 虽然盛传那些故事 但是坐实的当时 刘川最多的是他 整掉刘自华这个事件 在此之前他已经盖掉 三四个厅局局官员了 我们想想 第一个是厅长 这就是河南省交通厅的厅长 第二网友杰书记 网友杰郑州市委书记 河南省省委常委 这样人搞掉了 第三就是搞掉了刘志华 刘志华当时是常务副市长 北京封管建设 那还了得 北京大规模建设时期 对刘志华一支笔 就可以决定好多事情 当然郭文贵还后来杜撰了 有个规划处的处长叫黄燕 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 和刘志华睡觉的一些事情 但这个事情后来黄燕 有段时间说要告郭文贵来美国 后来也没有告 这事就不了了之 这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郭文贵 下一讲我们讲最精彩的 郭文贵战胜我的领导郑介辅 郭文贵战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